轻轻一放好像就危险了 921过后三栋楼倒塌毁损 教室几乎成废墟 重建首要考量是耐震性 各层楼的走廊 这个女儿墙的设计 避免有一种短柱的一个效应 那一方面呢就顾虑到安全性 发生了这些地震来说 我们这些的建筑物都非常的坚固耐用 校地狭窄教室放两边 以透明回廊串联 创造宽阔的视觉感 以前的操场比较短 所以跑一下就结束了 多年来因为紧铃断层带 只能使用40米的直线跑道 去年经过评估改建 球场也往外侧移动 让内侧可以容纳跑道 这样形成一个圆弧状 去加强它的地跡 对 这样比较不会因为 这边是断层带 然后造成它可能容易受损 直接放这里哦 小学生每周轮流做回收 可以体会到回收人员的辛苦 为学校服务 而且回收的时候觉得很好玩 资源分类从20年前就开始落实 921那时候在检疫教室上课 也是用同一个货柜屋 我们爱乌习乌的观念 这个校舍重建完成 我们特地再把那东西 再回来继续使用 物尽其用 环保观念 一届传一届 校园由内而外都美丽 大海新闻 环环玲丽兴红海中播导